南城宴中的皇帝赵元 搬猪吃老虎 看似是躺赢 实则一步步都在他的算计之下 原本朝堂上有两个权臣 一个是魏国公 一个是萧丞相 如今一个被贬为庶人 一个死于非命 魏国公被贬 让皇帝趁机收回内藏之权 这代表着这个傀儡皇帝有钱了 有钱之后要什么 当然是要权了 紧接着萧丞相死于非命了 而萧丞相的死就跟赵元有关 赵元跟燕长云解释 是侍卫擅作主张 沙当朝丞相 就因为一个侍卫的擅作主张 哪个侍卫的胆子这么大 没有皇帝受益 他怎么敢 赵元之所以选择继续隐藏 是因为萧丞趁机崛起了 萧丞崛起的速度非常快 出乎了赵元的预料 赵元哪里知道萧丞一直想要造反 一直在暗中收集各不大臣的黑料 所以萧丞相死后 萧丞才可以成为新的权臣 面对来势汹汹的萧丞 赵元只能继续扶持燕长云 燕长云一直都是赵元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 这把刀从来都没有掌握在 魏国公和萧丞相的手上 如今赵元要继续用这把刀 对付萧丞 只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 之前的赵元并不知道燕长云是秦衍 秦衍可是赵元小时候的玩伴 赵元对燕长云多了一些不忍 可再不忍又如何 赵元终究是一个皇帝 赵元还是让燕长云对付萧全 赵元也只能利用燕长云对付萧全 他其实没有其他选择 一个半猪吃老虎的皇帝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个皇帝能有点良心 最后成全了燕长云和扶晓 一个女杀手奉命刺杀一名朝廷的特务头领 却没有想到自己不但没有刺杀成功 反而得了失忆症 最后进攻成了一名假太监 还跟特务统领和皇帝产生了情感 小编今天要跟各位看官介绍这样一部 在芒果TV上映的古装全眸宫廷喜剧 南城燕 这部电视剧融合宫廷阴谋 严秦 复仇等元素 邀请了王右硕 赵昭仪 夏宁俊 周子欣 胡正军 殷映昊明连妹出演 扶晓是一个自诩正义门派的女杀手 说是扶智命化妆成一个封臣女子 去刺杀当朝的特务进军统领 千语为统领燕长云 却没有想到燕长云武艺高强 扶晓自杀失败 在逃跑途中遇到一个从宫中逃出来的太监 被他击中头部后失忆 还捡到了他的腰牌 被出宫寻找他的太监发现 为了不受到惩罚 太监将扶晓带入宫中顶替 扶晓成为了太监小强子 在宫中 小强子遇到了被权臣架空的皇帝赵元 朝政由朝中两大权臣 丞相肖万里和魏国公把持 他们党同伐异 互不相让 皇帝只是他们两个手中清除异己的傀儡 甚至连皇帝的后宫失误都无法自主 皇后是肖万里的女儿 为了防止别的女人划上皇帝子嗣 肖万里不准皇帝亲近其他的女人 皇帝知道肖家的野心 如果皇后生下儿子 自己性命不保 对于两位权臣当年趁自己年幼 逼迫自己杀掉定国公的事情早就愤恨 暗中积蓄力量 一定要扳倒两位权臣 燕长云表面上是朝廷千余位的统领 实际上他是当年定国公的儿子 不担家遭惨变 自己还遭到追杀 幸运的是 被一名神秘人救下 如今归来定要向仇人复仇 扶晓与皇帝和燕长云两人都产生了情感交集 皇帝在后宫中饱受压抑 当他遇到小强子之后 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情愫 燕长云在逃难的时候 就与年幼的扶晓相识 这一次的重逢 让两人小时候的情感重新燃起 剧中女主角江湖侠女扶晓游赵昭仪实验 是一个热情斗趣 升华绝迹的侠女 剧中男主角冷面统领燕长云游王右朔实验 一位腹黑冷静的千余位大统领 该剧讲述了在一场绝密的刺杀任务中 扶晓和燕长云交织在一起 二人在暗流汹涌的朝堂上 与危机四伏的江湖中步步为营 成年冤暗得以昭雪 中凉之后终能证明 一切尘埃落定后 二人选择做一对神仙圈旅归隐田园 相守一生 南城艳游徐迟 一坤指导 制作精囊 投入了大量的花费与人力 以展现精湛的美术设计及场景设置 服装饰品细节 优质的音效与音乐 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古代风情与人文气息 这部剧可不是一般的喜剧 它可是由湖南快乐阳光 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征和时代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宁和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等大佬联手出品的 阵容豪华地让人眼花缭乱 导演徐迟和一坤 也是业内有名的才子佳人 这次他们联手打造南城宴 可以说是给观众带来了 一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 这部剧的主角啊 一个是咱们江湖上 呵呵有名的侠女扶晓 一个是皇宫里冷酷无情的 统领燕长云 原本这两个人的世界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让这两个原本 不可能有交集的人 因为一次意外而相遇 更离谱的是 这次相遇还让侠女扶晓失忆了 更更离谱的是 她失忆后 竟然在皇宫里当上了小太监 小强子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给皇上端茶倒水 跑腿传话的小太监 想象一下啊 一个原本武艺高强 智商超群的侠女 突然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 唯命是从的小太监 这画面的多搞笑啊 而且这个小太监 还是不时地闹出点乌龙来 让皇宫里的人都哭笑不得 而咱们的老面统领燕长云呢 本来是个心思缜密 冷酷无情的人 可是面对这个事 以后变得呆萌可爱的 扶晓小强子 他也忍不住心生怜悯和关爱 两人之间的相处啊 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美男记和蓝腰沙的搞笑教程 燕长云为了追查某个重要线索 不得不接近这个小太监 可是他又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就是斩了各种美男记 试图从小强子那里套出话来 可是小强子也不是吃素的 他虽然失忆了 但是机智过人 总是能巧妙地化解燕长云的计策 两人之间的斗智斗勇 看得观众捧腹大笑 除了主角之间的搞笑互动之外 南城宴里的其他角色也是歌剧特色 夏宁郡饰演的皇帝赵远 别看他是一国之君 可是却对戏曲情有独钟 他时不时地就在皇宫里唱上几句 还拉着一帮大臣们陪他演戏 这种不务正义的皇帝 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而周子星饰演的皇后萧衡呢 则是个痴情种子 他对皇帝一往情深 每天都想着怎么给皇帝生个孩子 可是皇帝赵远却是个戏曲迷 对皇后萧衡的痴心一片视而不见 这种皇上不及太奸级的情节 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除了这些角色之间的搞笑互动之外 南城宴还融入了许多其他的元素 比如多角爱情 双重身份 家仇国恨等等 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 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多彩 观众在看剧的时候 不仅可以享受到欢笑和轻松的氛围 还可以思考人生的真谛和情感的复杂 当然了 南城宴也不是一部纯粹的喜剧 她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美好 比如浮晓和燕长云之间的爱情 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误会 但是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种坚持和执着的精神 也是让人感动的 而且啊 南城宴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 王又硕和赵昭仪两位主演都是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演技精湛 形象鲜明 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 其他演员也都是夜内的佼佼者 他们的表演也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总的来说啊 南城宴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古装清喜剧 它不仅剧情搞笑 角色鲜明 还融入了许多深刻的内涵和元素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剧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赶紧来芒果TV一探究竟吧 相信我一定会爱上这部剧的 8孩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